第二位發言人是全球退出中共服務中心的主席伊蓉女士 一個月前 也就是4月14日 我們剛剛慶賀了兩億多華兒女 退出中共黨團隊這一偉大的令人振奮的歷史時刻 今天短短的一個月又有超過300多萬的華人退出中共 滾滾退黨大潮順天意而動 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進 曾經的神宗大帝在中共邪黨幾十年的迫害下 已是反目倡議 中華民族唯有三退自救 解體中共才能獲得新生 開創光明未來 三退為善良的人們帶來了新生 解體中共為中華民族帶來了新的希望 三退已成為民眾自救和中華民族重生的光明大盜 中共作惡作端 助力要解體滅亡 隨著九平共產黨的廣泛傳播 當今中國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 無論是軍人還是學生 無數的中國人從中共的謊言中清醒過來 從中共邪靈的智庫中掙脫出來 從中共的恐懼中解脫出來 紛紛選擇退出中共 他們的精神獲得了自由 發自靈魂深度 對中共的拓勁和鼓勵 在解體中共的競爭中獲得了新生 如今 退黨大潮已成敲蕩之勢 正在加速解體中共與鼓喜 天滅中共的語言 正在中華大地上流 藉此機會 我要向這數年來 堅持講真相 勸戰會的 無數的退黨遺夫們 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你們不畏生死 就中華而屬於危難 就中華而屬於水火 不愧為神的使者 然而我們的角度還不能急 還有更多可畏的中國人 等待我們去講真相 等待我們去講真相 讓我們去救助 借此 我也想奉勸那些 還在對退黨大潮持觀望耐露的人們 以及對法輪功迫害過的各級官員們 你們要及時醒悟 為了避免與中共 為中共勳仗 避免與中共協黨一起被 歷史淘汰的悲慘拮据 其選擇公開退出共產黨 揭露中共過國殃民的罪行 棄案途民 將功折罪 這是擺在你們面前的唯一的選擇 請抓住這無比珍貴的歷史機遇 讓我們加快 解禁中共協黨 開創中華民族新紀元 今天現場呢我們有 今天呢順應這樣的歷史大潮 就有兩位勇士要在今天這個現場 退黨我們有請劉飛和張宇 掌聲鼓一下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的兩位勇士 有兩位勇士 選擇今天去解決中華民族 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黨 大家好 我叫張宇 今天在此起此地 在敬畏至同道合的同胸 我們面前在你們的健康下 我宣布退出工作 黨籍團隊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宇 今天在此起此地 見證的向大家聲明 我推出中共黨籍隊 並且在以後的聲音中 加入到反迫害獎金下的行為 謝謝